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市民大家好 大家不知知否知道 未来新一份施政报告 政府打算在10月14日起立法会发布 一如过去的做法 政府在施政报告发表之前 都会咨询公众、咨询政党 今年政府改了用网上咨询 作为民建联 我们日前亦和行政长官见联 正式提出未来施政报告的期望 今次我们施政报告 总共有31项重点研议 其中如何推动全面的复苏 一个重点建议就是 希望在特区政府努力握紧 在中秋节前可以落实健康码 大家都知道 其实香港和大湾区 已经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 除了商业、经济的需要之外 大量家庭都在等回到内地 或者内地的朋友要回到香港 和家庭团聚 所以我们希望特区政府 切实、尽快落实健康码 我们更加希望可以在中秋之前 真的让到日月团圆 除了健康码之外 我们也很希望特区政府 可以再一次派发现金 今次我们向特区政府建议的 金额不止于5000元 从新闻上大家都知道 未来特区政府会推出第三轮的防疫抗疫基金 但是过去很多市民都跟我们说 防疫抗疫基金 落不到他们手上 他们现在很艰难 特别我们知道 旅游、零售等等这些重灾区 令到很多人失业 害贡不足、家庭其实很大压力 所以希望特区政府再一次派市 让大家舒缓一下压力 亦都另一方面可以推动消费 推动经济的复苏 好了 我们施政报告的建议有31项重点 希望大家都看一看 给点意见我们 未来10月的施政报告 希望政府可以交出一份 令大家相对满意的报告给大家